有一个主人他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很认真的看家狗 从来家里自从这个狗来了之后 他没有钓过东西 有一天这个狗狂叫 主人出门一看 一个陌生人探头探脑的在四处打量 他赶忙大声的说 喂 你是什么人啊 你在我家房子周围看来看去想偷东西啊 陌生人说 我是听人家介绍 你家有一条好狗 专门到老远的 从其他地方来想买你这个家的狗的 这个主人说 我家的狗很好 我们护院不卖这个狗的 陌生人赶紧地上一根烟 跟他说 大哥啊 现在清贫世界 朗朗乾坤 哪还用得着狗看门呢 我出高价买下这条狗 如果你真的需要 你还可以再养一条小的狗嘛 主人吸着陌生人给他的香烟 心想说的也是啊 这几年我们家里没有丢过东西 只要价钱好 卖了再养一条 我们不是又能赚一笔了吗 这时候他就说 你能出什么价钱呢 那个人说 一口价 两百五十块 陌生人伸出三个指头 主人说 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 少一分钱不卖 陌生人 神撕了好久 他勉强地说 好吧 那你真会要钱 五百就五百吧 不过我有个条件 我很怕狗 你绑我把这个麻袋 把狗跟我装到麻袋里 我怕他在路上咬我 主人赏快地 就把他的狗啊 装到麻袋里了 开心了 接过了陌生人 递过来的五百张 花花作响的 五张这个百元大钞 这个时候呢 陌生人扛着这个狗啊 走到一个水藏边上 用力地就把这个狗 扔到了水藏里淹死 几天后 主人家 所有值钱的东西 一个晚上 全部被偷光 当然也包括 卖狗的那五百块钱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人一贪心 你会舍本求利 看到眼前的小利 却忘记了人的根本啊 我们为了一点利益 在伤害的自己的心啊 有多少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赌博 甚至把自己的老婆 都可以卖掉 本性难求啊 还有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跟兄弟姐妹 大打出手 忘记了帮助过自己的人 忘记我们人 皆具博性啊 所以这就是现代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不惜伤害 别人的利益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我们人为了一包口福 不惜活杀那些可怜的动物 来满足自己的食欲一样 谢谢大家